哎呦,剛剛也都看到問題的答案了 對啊,好慘喔 就是反談開始前我有一個很可愛的問題要問你 就是工作人員跟我說他們要跟你要肖像授權的時候 你說你的肖像授權是屬於所有人的 所以只要放上你的名字就可以使用 其實就算不放我的名字,只要放他來源出出的網址也可以 為什麼你會覺得你沒有擁有你的肖像權 因為對我來講,其實大家對我的想法的這種二次的創作 他比較說有些人可以把我們的訪談拿去做饒舌音樂啊等等 我覺得我就是一個素材庫而已嘛 所以不會覺得說好像我一樣去控制說這個別人怎麼樣有 因為我會好奇這個問題是因為我前幾天被我的好朋友偷拍我睡著流口水的照片 我就纏著我的好朋友說 你把我的照片刪掉,我有我的肖像權,傳出去怎麼辦 我會毀滅,我不想要我流口水的醜照被傳出去 我煩他煩了三天,他就是不刪 我從來沒有想過為什麼我會擁有我的肖像權 對啊,就覺得說人的觀念好像在長大的過程中 我被社會訓練成大多數人規定的樣子 我沒有想過為什麼我會擁有 對啊 對啊,我覺得其實像一個人在睡覺的時候 當然他不是有意的擺出那樣子的一個姿勢嗎 那所以對你來講,其實那個主要是攝影師的創作啊 主要沒有你演員的成分在裡面嘛 你一定不是故意演出那個聊口水的樣子 所以可以說是百分之百都是他的創意嗎 對,百分之百都是他的創意 他錄不下去 沒有,我覺得很好笑 對,我最近正在經歷大量的網友留言 所以我要用什麼樣的心態面對那些留言的人 他們都在創作自己的創作 對啊 就好像你到一個圖書館裡面那麼多書 你不可能看完嘛 你就跳幾分你有興趣的嗎 我今天很有興趣錄唐鳳的專訪 是因為我覺得你好像是一個 對任何事情都頓悟開來的大師 然後我可以從中得到很多人生迷惘的解脫 OK,感謝你的這個創作 對啊 那你自己我記得有一段 你有說過一段話就是 你認為你的性別是5 那為什麼 其實那不是說那是寫字 就是因為我入閣的時候那個人事資料板 上面就有一個性別欄我就寫5 那旁邊還有一個黨籍我也寫5 對,那有看過一份資料說 你小時候在論壇上面的時候 論壇上面可能要填寫你誰 那除了男人女人 有動物的選項 植物的選項 礦物的選項 也有動物選項 對,現在如果上BBS的話都還有啊 你註冊性帳號是有他的問題 對啊 那為什麼你是5 不是其他任何的選項 欸沒有啊 我那時候也有填過礦物啊 也有填過什麼別的東西 每套系統不一樣 那我想我那次 就是2016年為什麼會填5 真的是因為旁邊有個黨籍啦 那所以我想黨籍填5 我黨籍填礦物是蠻奇怪的 那一般人要怎麼樣 因為你是一個很認識自己的人嘛 那一般人要怎麼樣去更認識自己 嗯 我覺得最主要就是要睡狗啊 睡眠就是認識自己的方法嘛 所以一天睡到8小時的話 就會越來越認識自己這麼說 因為我們在平常白天的時候 其實都是比較片段片段的 那就是所謂的短期記憶 就好像是在電腦記憶體裡面 那你如果突然間 拔掉電源線關機的話 那這樣的話 其實它不會寫到硬碟裡面 那睡眠就是讓我們的短期記憶 寫到長期記憶的方法 所以每次你如果做夢 就好像在畫終點一樣 值得記得把它記下來 所以只要睡眠時間充足的話 就算你在白天有 好像各種各樣不同的反應 好像沒有一個 一致的這樣子一個 我們叫做identity 就是一致的認同的話 在睡覺的時候 因為做夢的關係 你就會出現一個一致的看世界的方法 我記得你有說過一段話 你說你在睡前都會歸零 就是把email都回完了 對 歸零是把你的所有工作都結束嗎 沒有就是把email回完 就是很明確是這個意思 那歸零之後呢 嗯 就睡著了 睡著之後隔天呢 隔天起來之後 就可以想到什麼 就做什麼 好像是一個很自由的方式 就不會受到過去所牽制 對 唉 然後有一個訪談上面寫到一段話 就是唐鳳的先天的膏不同容度比較低 對啊 所以二十初六歲的時候 你的測量大概是八十幾歲的 男生的工作的左右 對 那一直到二十四歲你才會決定說 你要做性別蟲刺手術 就是用磁激素 對 那當時是為什麼你會做這個決定 因為想體驗一下第二次青春期嗎 那第二次青春期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是因為磁激素的作用的關係 所以當然一方面身體會重新發育 那但是二方面也是說 好像就是對世界的感知會比較不一樣 那以前是可能會覺得 別人有某些感受我比較難感同身受 那但是因為重新發育一次青春期的關係 所以就會覺得說 那些身體的感受我比較難感同身受 我很好奇就是 這個觀念 很多的觀念就是 不是這個世代大多數人可以認同的 那你是怎麼樣去跟別人溝通 你與眾不同的觀念 我沒有特別想要溝通 那家人呢 家人本來就很直撐 因為對我來講其實 我與眾不同這個是確實如此 但是任何人都與眾不同 所以這也本身並不是一個什麼了不起的心情 因為本來每個就都不一樣 反而是說 覺得說自己跟大家都一模一樣 這個才是算是一種幻覺吧 是 你有說過 與眾不同是 與眾相同是錯覺 與眾不同是常態 對 那 你是在什麼情況下才會有這樣的感悟 任何時候都是這樣子 怎麼說 好比上說 現在你剛剛講說 我為什麼會去採取一個大部分也不會採取的行動 但是 同樣道理 你今天醒來 你做的任何事情 也只有你會這樣子做 其他人都不是跟你在同樣的地方 看了同樣的東西 在同樣的狀態之下醒來 然後做 你不管今天做了什麼樣子的事情 對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本來每個人的人生 他就是看世界的一種獨特的方式 是其他人沒有辦法去 然後沒有辦法去取代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這本來就是一個 一個輕鬆平常的事情 不是特別的一個概念 那 你有說過的話 你說 可能你的迷惘 受傷 都不是你的問題 也不一定是身為的問題 是 世界有一個缺口 那個缺口就是 是大家的問題 對 大家一起要面對的問題 怎麼說呢 好比像說像你剛剛說 如果大家都覺得說 我做這樣子的決定 他難以理解 那 不是他的問題 因為他確實沒有這樣的經驗 那也不是我的問題 因為我自己確實有這樣的經驗 那所以 我的經驗跟其他人的經驗 要怎樣子彼此互相了解 那就不一定是說 好像一定都是責任在我 或是責任在對方 而是說像你有好奇心 你就來問吧 那來問我們就這樣討論吧 那討論到一個程度 又透過很多的聲音器 就會做成節目 播送出去 那大家看到之後 就多少 多一些可以討論的話題 等等 所以也就是說 整個社會的文化 讓大家能夠比較習慣這件事情 本來就是透過這樣子 不斷的討論做成的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自然就沒有說 像你到哪一棒 他就要負完全的責任 因為到下一個接棒的人 他本來又可以用他的方法 再把它混搭 再把它擴散出去 你是一個很EQ很高的人 但像是我們這樣的一般人 可能會很輕易的在被煽動的情況下 情緒很高啊 對 那你是怎麼樣去調整自己 當你發生一些跟別人意見不同的時候 嗯 首先我想蠻重要的就是 前一天要睡狗 那前一天如果有睡狗的話 其實醒來的時候 就不會有一種好像 我一定要抓著過去的昨天的那個感受 反而我心裡面會比較有空間 所以就算你有跟我不同的感受 我也會覺得說 那不錯啊 我也來把你的這個不同的感受 好像邀請來家裡當個客人嘛 跟他相處一陣子這種感覺 那我如果一直想著 昨天還沒有完成的事情的話 那這樣我腦裡就沒有這個空間 沒有這個空間的時候 當你碰到一個你不習慣的感受的時候 就會下一時想把它推舉開 那這樣的話才會 就像你笑著笑到善動等等 明白 OK 第一段結束 來 來 洛林 洛林 就很多時候啊 很多人在迷惘的時候 他是沒有辦法那麼快 得到一個解套的方法 或是心裡也沒辦法解脫 那 對於這樣的狀態 你有什麼建議 除了睡覺之外 嗯 永遠要記得自己的價值 學我 那是我文章的最後一句話 但是真的 那很重要 對啊 為什麼 因為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認識別人的方式 如果是從 你重視的價值 我重視的價值 彼此認識 那這個認識就是很牢固的 他可以在各種 就是不舒服的狀況來的時候 就好像定毛一樣 但是如果你用的是一些標籤 像說 這個什麼EQ很高啊 天才大成什麼東西的話 那那個是非常浮面的 就是 一個狀態過來 你一看這些標籤 你覺得不適合了 好像這些標籤 就沒有辦法再說明 或不能再說明對方 所以 如果一個人他是 認識自己的方式 是透過這些外在的標籤 那這些外在的標籤 很容易就會翻倒 但是如果是因為內心的價值的話 那這個就是非常穩定 真的 那 你這麼的理性 你有沒有感性的時候 現在就很感性 我看你快哭出來 我也是有點 真的嗎 對對對 我其實昨天晚上哭過 是啊 對啊 因為我昨天晚上就是 因為 我很習慣白天的時候 看起來很堅強 嗯 因為 不太擅長在大家面前 脆弱 所以會看起來樂觀 這要多練習 對 然後 一到家之後 我就看到我家人 特地來台北看我 然後 留一個紙條在桌上說 欸 不管怎樣 我們都會支持你喔 這樣 然後我就哭了 哭了 但我只哭了一分鐘 因為我覺得 只有社馬表這樣 大概一分鐘 就不想要讓脆弱的樣子 被大家看到 對啊 就是 你有沒有面對 對啊 我覺得可以再 就是多練習 下次說不定就兩分鐘 就跟健身一樣 我如果私下躲起來的時候 一個人的時候 我可以哭很久 對嗎 對啊 但不擅長在大家面前做這件事 嗯 對 我心情不舒服的時候 我就跑去翻譯 或者是聽音樂 然後 最好是一面聽音樂 然後把我聽的歌詞翻譯出來 這樣 把你聽的歌詞翻譯出來 對對對 因為對我來講就是 好像切換一種語言 就是切換一種不同的視角 所以就算我現在 好比像說 用中文這個哭得很厲害 但是我一方面 就把它用英文翻譯出來 那那個用英文的 我好像就比較丑看 你有沒有過你還不認識自己 然後也真的被情緒所影響的時候 小時候常常這樣 就是說像我四五歲的時候 就是每次一激動 不管是很開心還是很不開心 那眼睛就會一黑 然後就昏倒 然後再醒來 如果不是在醫院 那至少也是在往醫院的路上 那所以 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就養成一個習慣 這有點像是 你如果試著就是 打電動 就是 一個speed run 就是你想要很快的破關 但是不小心按錯一個鍵 就算死了 那你下次經過這個時候 你就會記得 各位的反射說 我不要再那樣子做 那我 呼吸一下 就可以穩定一下情緒 就不會有眼前一黑喔 那當然眼睛一黑都有醒來啦 就是沒有沒醒來 不然我現在不坐在這裡 但是 就是好像每次都接關 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從小的時候 就有那種說 這個情緒只要一激動 那我下一秒鐘 我就要接關 然後重來 下次我朋友類似的情況的時候 我就要再給自己一點空間 你這麼小的時候 就一直在 很有意識到自己 幾乎是完全無意識的 四歲怎麼可能會有什麼意識 四歲 當然有一點語言能力 但是記憶都是很偏斷的 所以我記得都是那些 就是接關不成的那些少王子 那我們要進入第二個主題 就是你的愛情觀 是 對 就你自己覺得 你自己最夢寐以求的愛情 是什麼樣子 那當然就是要能夠 照顧好自己 然後能夠跟對方分享 你有在關係裡面受傷過的經驗嗎 當然任何人都有 是什麼樣子狀況 好比像說 像我很小的時候 那時候大概十四五歲 那時候我第一次談戀愛 那對方年紀大我不少 那所以呢 對方的家人後來就覺得說 我年紀太小了 那不是真的在談戀愛 只是就是小背頭啊等等而已 那當時我覺得是被雙重的否定 一方面是說我的個人感受被否定 因為外在的一個年齡嘛 這樣子的一個標籤 那二方面是說 好像對方也沒有抗拒他家人的這個判斷 好像就覺得說 真的欸這個年紀差太多等等 那所以一方面也是覺得說 那個人的方面也被否定 那時候當然是不是很好過 那你覺得世界上有真愛嗎 你的意思是說 有真愛是什麼意思 是兩個人之間的愛情是真的還是怎麼樣 應該是說相愛但會一輩子在一起 為什麼就是不一輩子在一起的不是真的 哦 那你覺得真愛是什麼 我不知道老師在問你啊 就是說如果說雙方彼此互相喜愛 那宣稱的跟實際的相同 我覺得就是真的啊 我為什麼是說 一定要到這個一輩子才能算這樣 所以即使一段關係它 它最後分開了 然後分開的過程可能 不是很好 發生增值 但曾經很好過也是一段震撼 不因為你最後過150年還是得分開 對 那如果啊 如果你在一段關係裡面不斷發生增值 然後也有自己感覺到委屈的時候 你會怎麼處理 你會去睡覺 會睡覺 又是睡覺 不真的嗎 其實事實上是這樣 真的喔 那如果你睡不飽的時候會怎麼辦 就會想辦法就是在白天的時候 能夠多少半小時半小時這樣睡一下 湊起來到八小時就可以了 那有沒有過一些委屈求全的經驗 沒有 怎麼樣加起來都要睡到八小時 就算是在疫情這個最爆肝的那個時候 情緒勒索這個詞在現在 很多書名都會針對情緒勒索來做討論 你有沒有遇過類似的狀況 就是好比像說對方是一哭二鬧三傷掉這樣子 或是我自己一哭二鬧三傷掉這樣 好像都不太有耶 通常可能他的意思是說 可能會透過要剝奪另一半的某些什麼 讓他有一種剝奪感 或是覺得自己受傷了 然後來引導他朝自己要的方向前進 這我理解啊 但是因為對我來講就是 就是愛情是互相分享的 所以一定是先照顧好自己 然後才有可以彼此分享的部分 那所以你說情緒勒索好像是說 他讓自己過不好 可是他如果讓自己過不好的話 本來就沒有辦法進入愛情 那你在感情裡面有沒有心裡受傷的時候過 當然短暫的一定有 怎麼走出來的除了睡覺之外 他平常十四歲那個時候 我就覺得說 那總有一天我會十八歲 回來十歲吧 對啊 不然還沒這麼想 是把時間拉長看 對啊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是 大家討論說 因為唐鳳的名字由來 是以前叫做唐宗漢 那宗漢這個名字 可能會有一個傳宗接代的男生的壓力 而且還有朝代 他literally就是唐朝繼承了漢朝 那這個名字帶給你一些刻板印象上的壓力 對 為什麼當時會想要改名字 那也是跟我家人討論過 對 那因為當時我是覺得說 欸鳳他這個字很有意思嘛 龍鳳的時候是慈性的 但是鳳凰的時候又是相似的 所以他比較沒有一個好像固定性別的問題 好像對於一些世俗的 好像大家都認為要走的路 你都會有不同的看法 比如說像現在我還沒有30歲 但身邊的朋友陸陸續續都結婚了 那有些人可能會因為年紀而有結婚的壓力 那你認為結婚會是你們的真種重要詞嗎 欸我在之前就是 就是同婚的那個時候 有很詳細的去看結婚他 就個人對個人的這些契約關係啊等等 包含什麼護膚 同居之一物啊 在家戶上面獲為代理人啊 等等的這些事情 那我了解到說對很多人來講這個是重要的 他是永久的並且具有排他性的親密關係 我都沒有記錯的吧 對那但是對我來講 因為這個永久性對我來講並不是那麼重要 只有目前沒有這個規劃 嗯 但你會對婚禮有嚮往嗎 我有穿過白鯊啊 也在荷蘭有拍過照片 對 有看到 那如果你要辦一場婚禮 你覺得那個婚禮會什麼 對已經辦過了啊 已經在荷蘭有吃過了 不會想再一次了 欸也就還好 很多事情他就是試一次 然後牛耳會想起來 然後比想說我在荷蘭也有用過 就是一些草藥啊 對 那我同事有託我們一個問題喔 就是他一直很希望自己25歲可以嫁出去 然後他列出了他理想男生的所有條件 那他卻一直在愛情裡面受傷 但今年他明年他就25歲了 他越來越焦慮 他問說 距離25歲差幾個月 對 他要怎麼辦 那如果就是都碰不到適合的男生 可以試試看女生 要換條件對不對 他是不是就像是一個搜尋引擎 搜尋不到換一個搜尋關鍵字 對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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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是沒辦法嘛 對但是現在合法 對 那 可愛 很可愛 結婚的部分啦 結音還是沒有啦 但是聽起來他是主要結婚的 對啊 那 像他這樣一直在愛情面遇到挫折 他的朋友給他的建議就是他要調整自己 是嗎 對 可能可以調整搜尋條件 你認為一個人在愛情面 你如果在搜尋界找不到東西 你調整自己也不會找到 對 我覺得 我覺得他不會滿意這個答案 因為他很執著的他一定要在25歲那年結婚 對啊 對 那他要怎麼樣去放下他對於這個條件的執著 就實際去做一次啊 他比方說跟一個朋友約好說就結婚嘛 結婚就離婚 所以這樣會就是提升我們的離婚率 你覺得啊 你有感受過那種 兩個人他 他 完全生命的棄殼 然後靈魂伴侶的感覺 靈魂伴侶是說怎麼樣 就登出之後 再一起去登入下一個時間 一直在笑我 靈魂伴侶的意思喔 就是 可能可以說彼此腦波相連 可能經常平常 說話的時候他還沒說出話 我就猜到他下一句要講什麼 你有沒有這種經驗 真的嗎 你有沒有過很契合的經驗 我是一直覺得說都是 大家都是獨立的個體 那所以說好比像說如果你對我的過去很了解 那確實你可以好比像說 引用我剛剛在訪問裡面講過的話 就你講的蠻不錯的 但是因為我每天睡醒之後 因為都有新的想法 所以那些想法在我分享出來之前 你還是不會知道 所以我覺得如果靈魂伴侶是說 去限制對方的發展 變成好像是把它裝到一個模子 或者一個罐頭裡面的話 那確實他是很契合 他是犧牲這個雙方的發展的可能性來達成的 這個理論上應該做得到 但我對你很興趣 有一個觀眾說 你很喜歡貓狗 那你有沒有想過要生小孩 有曾經想到過 但是目前就是 就是生物技術還沒有好到這個程度 那你覺得 什麼理由會讓你想要有孩子 生小孩沒有孩子那件事 什麼理由會讓你想要有孩子 我沒有特別想要有孩子 想生小孩但不想要有孩子 生小孩是用體驗 生小孩是用體驗 你想要體驗的過程 是一個過程 對啊 十個月左右 那如果十個月小孩出來了怎麼辦 就看他想怎麼辦 還有一個問題是 像我好了 我單身久了可能會有一個寂寞的時候 每個人單身的時候都有寂寞的時候 你有過嗎 我想我每天睡前都是很寂寞 怎麼說 就是所有的email都已經毀了 也沒有特別需要做什麼事情 就是完全跟一個人相處 你一個人相處的時候都在想什麼 很多耶 其實就是把白天發生過 看過等等的事情 好像走馬燈一樣在眼前跑過一遍 你都沒有執著過一件事 然後讓你自己睡不著過 當然說完全沒有是不可能 好比像說 像口罩實名制上限第一天 有些鑰匙發號碼牌 所以導致我們那個數字不是很準確 那我那一天就睡得不是很好 一直在想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大概都持續個就是最多一天 好 這應該是我做過最ㄎㄧㄤ的一次方法 是嗎 因為我現在是一個 昨天沒睡覺的狀態 我也不知道我在問什麼 真的 那你今天就要補上了 對 所以你剛說要睡覺 我覺得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對阿 那還有一個問題是 你覺得愛情對你來說重要嗎 我覺得蠻重要吧 他就是一方面 我如果能夠進入愛情 表示我對自己照顧得蠻好的 那二方面也是表示說 那我也遇到一個原因分享的人 你理想中的 伴侶 對 是什麼樣 他是現代智人 什麼意思 就是要是homo sapiens 是要是人類嗎 最好是地球人 沒有條件 有啊 我們都講了 只有只要是地球人 對 通常你會對什麼樣的人有感覺 就sapiens 或智人 他通常會是什麼路口 就是大概有一個頭嗎 然後肩膀 上肢就是兩個上肢 對然後下肢是兩個 然後眼睛也是兩個 眼睛也是兩個 那如果 他有一隻眼睛受傷了的話 無所謂 對 不影響那個sapiens 那如果今天要輸入三個搜尋條件來搜尋你的伴侶 你會輸入哪三個 就是 現代 現代智慧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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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homo sapiens 不分性別 不分他的能力 不分他的長相 對 對啊 好 那如果愛情跟工作你只能選一個 你會選哪一個 愛情跟工作只能選一個 你會選哪 愛情跟工作只能選一個 我退休很久了 所以就是沒有什麼別的可以選擇 很想問一個問題就是 很想瞭解你的正規話 因為退休好像是一個 你的慾望都終結了 對啊 現在就是完全做進去 那曾經你有過什麼樣的慾望 曾經有過什麼樣的慾望 小時候大概都是想活下來吧 然後12歲之後 就終於這個開刀 活得下來了 那就覺得說 我之前沒有過的一些體驗 想要去體驗 還會專門去坐運銷飛車 因為以前不要說坐運銷飛車 大弩神的話 大概就馬上進醫院了 所以都沒有辦法做這些體驗 所以對那個是很有興趣 然後經過一次青春期 雖然不是很完整 那又覺得說 另外一遍青春期 應該很有意思 就也想體驗一下 那也覺得說 這個事實上很多不同的地方 那想去各種不同的城市 所以大概都是去體驗 各種不同的人生的角度 這樣子 但是大概到30出頭 就覺得差不多 就體驗差不多 那接下來就都是做興趣 會不會有沒有熱情的時候 有會啊 常常沒有熱情 但有樂趣 樂趣是什麼 樂趣就是像我們現在聊天 覺得很開心 對 但是你說我現在對這個錄影很有熱情 似乎沒有 對但是就是蠻enjoyable 其實蠻有熱情的 明白 好我們的愛情題還沒結束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很辛苦 對 來如你 剛剛想問的是 你也曾經有過談戀愛的經驗 當然 你在談戀愛的時候 你怎麼確定他是你談戀愛的對象 不就碰到啊 碰到那個感覺是什麼 嗯 就是戀愛的感覺啊 覺得說自己可以照顧好自己 而且有一些事情可以跟對方分享 通常你們分享什麼 就隨便想到什麼都可以分享 我好好奇你們在溝通的狀態是怎麼樣 嗯 我想每時每地都不一樣 你覺得一天之中最幸福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不要說睡覺 每天都不一樣 但是睡覺的時候確實是不錯 當醒來也不錯 什麼樣的不錯 嗯 就是覺得說 欸 又我過來了 欸我又多了一天 我又多了一天 那 我有一個 愛情題還有很多 剛剛中泰有很多問題是說 你覺得 因為每個人都有缺陷嗎 當然 那你也覺得 你覺得兩個 兩個人結合起來 可以彌補彼此的缺陷嗎 但還是會有缺陷 嗯 可能要到 可能兩千四百萬人 可能缺陷就比較少 你說每個不同的人來互相拼湊 對對對 那 你覺得一個家庭要有 兩千四百萬人 一個家庭要兩千四百萬人 對 就是台灣就移民 台灣就是一個家 對 所以我們台灣的一群人 兩千四百萬人 對 結合起來就是完整的台灣 沒錯 那你覺得 你對台灣有很多的熱情嗎 剛剛講到熱情 有樂趣嗎 有樂趣但沒有熱情 我覺得在 我覺得在台灣很幸福 而且很開心 對 但沒有特別的就是台灣火山爆發 那熱情 你很想在台灣做什麼事情 好比像說就是在台灣能夠多體驗台灣的各種不同的文化 我們現在國家原發展法通過之後 有二十多種國家演員 那目前我只會裡面的一點點 而且講的都不是很流利 那所以也是想要多學 這是你的熱情所在 這是我樂趣所在 那熱情是怎麼的 沒有什麼熱情 我自從三十幾歲 退休之後 就很難有說 覺得哪些事情 非我做不可以 我都是覺得說 我來做看看 我學到一些絕對 分享給別人 別人看起來做得比我好 那就他去做龍和尊 我很想要成為這個狀態 因為 當你有手球的時候 對 就容易不快樂 當然 求不得 對 因為你必須花很多的努力 或是 製作在某一件事情 就是好像非得你自己做 這個時候最容易不快樂 對 你有過那種不可樂的時候 小的時候有吧 對 我覺得最近幾年都沒有這種感覺 很豁達 對 確實 那你這輩子會追求什麼 追求什麼 我覺得就是 在大家不同的立場裡面 能夠不斷地看出共同的價值 這樣子 嗯 在不同的立場上面 可以看到共同的價值 對 這個是就是我一直在做的工作 你覺得 因為我寫的文章 我通常都很希望 大家可以看到一個點 就是 價值觀沒有對錯 只有彼此不同 對 那只要大家針對我提出來的文章 來討論 我覺得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 但是要相互尊重 有一個條件 對 那我的話是 不尊重我的 我也看作創作 我很想要把這個程式把它灌輸在我的島之間 是 只要睡覺就要看 對啊 我附送三遍 他們的留言都是他們的創作 真的啊 因為他們有著作權 真的 你要隨便也不可以 對 那你有沒有過 很想達到某件事情 嗯 的時候 有啊 好比像說那個 發號碼牌的時候 那個地圖要是正確的 那個真的是 半夜不睡都要想出來吧 你說了很多 跟台灣有關的事情 那你是認同自己的國家的嗎 哪個國家 你覺得 我是Anarchist 所以其實 任何 由上而下 就是強迫 別人去服從的 我都反對 對 所以台灣對我來講 就是 剛剛講到2400萬人 可能還有 雨傘啊等等 海洋啊等等 是一個共同體的感覺 是一個 家的感覺 那但是 就是 國的那個部分 就在說 哦 認同我是一個 就國家是兩部分 國的部分 跟家的部分 那家的部分 絕對沒有問題 那但是 國的部分 在旁邊 如果要說出台灣 你最喜歡的三件事 你會說什麼 三件事情 對啊 就是台灣獨有的 嗯 別的地方都沒有的 這樣嗎 對 OK 當然沒有問題啊 只有台灣這邊有 我們這個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對 那這個也是我覺得 是一個家的一個所在啊 然後呢 只有這個 在台灣有一個 空總的當代文化實驗場 那社會創新實驗中心室裡面的一部分 那 也只有台灣 有我們現在這個 同舊一命 2400萬人的 這樣子一個 防疫的一個 就是共同體吧 那我覺得 如果沒有這個的話 我們這個空總 當代文化實驗場 大概又是完全空的 那現在會這麼多人 那大家 還是很願意 不管是週末週間 都在這邊進行文化的創意 那當然是因為我們 那我發現成功了 那回到剛剛的愛情題的話 你覺得 剛剛愛情題有一題沒有問到 就是 我有一個朋友 他跟他男朋友在一起七年了 他很想要跟那個男朋友結婚 但男朋友 愛遇種種理由 不願意娶她 嗯 你覺得怎麼辦 我不認識他們兩個 我怎麼給他們結婚 那 這個女生 她的執著 你可以給她一些 釋懷的話嗎 那也許就是 討論說 如果一輩子比較難 是不是可以設定一個期限 比方說結婚的六十天之類 欸 好像蠻有趣的 那 如果你要設定一個有期限的愛情 你可以嗎 嗯 當然都可以啊 沒有問題啊 那在這個六十天的愛情裡面 你會怎麼樣去 過這個生日 就把每一天都當最後一天啊 我一向都是曾經過的 嗯 你現在也把每一天當做最後一天 我從有記憶開始就是這樣 所以 會讓你的生活有不一樣的改變嗎 會啊 就是我不會覺得明天再做 今天要把今天從這次做完 因為 我會把email都回完 也是覺得 因為我不一定醒不來啊 那醒不來的話 我現在能回的 就把它回掉這樣 你有沒有過那種 嗯 跟人之間很捨不得的感覺 捨不得的感覺 你是說覺得說 欸這個接下來就見不到面了 會很想念這樣子嗎 會啊 當然 像是什麼情況會讓你發生這種感覺 嗯 好比像說 從小很疼愛我的爺爺過戲的時候 你是很擅長面對分開的嗎 欸 對啊還不錯 還幸福 怎麼說 欸就是如果有這種捨不得的感覺 嗯 那我就去聽音樂 然後翻譯啊等等 然後捨不得 好 那你有沒有過那種 你認定這個人 但是你認定的人 並不 並沒有像你愛他一樣 愛你 那種種種種 對 對 這蠻多的 非常多 那這種時候你會怎麼辦 那就不怎麼辦 就接受 很豪達欸 可是事實上也只能這樣 對 我們的愛情平事就結束了 那你有沒有一些問題就要問我 嗯 那你今天打算睡多久 待會還要行程嗎 可以終於睡夠了嗎 有 我待會要去 這可能不能撿進去 OK 我待會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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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網路上有一個假帳號在攻擊我 然後我們發現他真實身份是聖別認識的 你要去做別人 不是 我等一下要去跟他聊聊 喔 OK 瞭解他是什麼狀況 瞭解 對 不能睡夠再去 一定要幾天 因為他持續的在攻擊 然後他 再 繼續做出 傷害 還有傷害公司的事情 OK 對 所以等一下去跟他聊聊這個 OK 謝謝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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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Rolling 就是 狂碰成為一個公眾人物 也會遇到很多 惡意的言論 可能 大多數是 用玩笑的方式 可能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是惡意的人身攻擊 就PH之弄 低於0的 對 對 對 那種情況下 你會怎麼反應 當然首先就是 如果我看了會不舒服 我會把它當作精神按摩 所以就好像說你去按摩 紙壓 純的那種 就是會到那個 就是你的痛點 那硬去壓的話 不免會受傷 那所以通常的做法 現在都是說 你配上一些音樂 或者是配上一些香氛 像香氛的流行 或者是 喝一杯什麼茶 那所以我也是這樣 如果看到 讓我覺得很刺眼的話 那是視覺刺激 那我就會去放 比較舒服的音樂 或者是說 因為我家裡有很多茶包 我會把兩個 從來沒有混在一起過的茶包 混在一起 然後沖熱水 然後喝 然後比方說 薄荷跟牛棒 那就沒有混在一起過 然後我就會喝 那喝的時候 它是一個新的味道 所以等於是說 用嗅覺 味覺跟聽覺的刺激 去平衡掉那個 視覺不舒服的東西 那我如果那天有睡夠的話 我也會再看到那幾個字 我浮起來就是 很好聽的音樂 跟很好喝的新的味道 因為長期記憶的原理是說 你碰到一個新的刺激的時候 是以那個作為主要的所影 所以之後你再看到那些字的時候 就不會不舒服 就是一個很舒服的感覺 那許多 可能最近有很多 這一兩年有很多的藝人 可能因為網路霸人 就自殺了離開世界 對啊 你對於網路霸人有什麼要看嗎 是 我覺得 隔著網路當然很容易有 所謂玻璃性的情況 但是網路其實是 你可以自己控制 你要看多少的 那當然很多人 他會一定有個上癮的情況 就會一直滑手機 但是因為我都是隔著鍵盤 或者隔著一直比 所以沒有這個問題 就是我今天覺得要攝取五分鐘 我就是攝取五分鐘的網路 那要攝取十分鐘 就攝取十分鐘 那我如果覺得說 有點受不了 我就去從一杯唱 或者聽音樂等等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當然每天就稍微這樣子 按摩一下 就有強化玻璃的這個效果 所以慢慢就沒有什麼玻璃性的問題 就會變成 就是怎麼樣子 我看到都有小小的人 覺得說 欸這個我之前看過了 欸這個二窗 黑的窗 你現在其實就是一塊強化玻璃 對啊 那怎麼樣才可以成為 現在你這樣的強化玻璃 對就是先 限制住自己對網路的攝取量 那每天就是攝取一點點 那攝取之後 就是不管是用音樂的 用茶 或者用什麼別的方式 去把這種不舒服的感受 連繫到這種很舒服的 長期的距離 那成為一個公眾路友 是你想過的路嗎 是想的 為什麼會想要成為一個公眾路友 因為我大概小學二年級的時候 我媽就在兒童日報 後來過日報等等的地方 發表關於我的這個教育的文章 那很快又這個階級出了書等等 所以我從很小八九歲吧 就知道說你這個 好像就是公眾人物的感覺 你知道嗎 那成為一個政治人物 是你想過的路嗎 欸也是 怎麼說 因為當時就是在2014年底的時候 有去跟就是行政院 大概是二指的 大概三百人去座談 去分享 當時蔡林正偉邀請的 那後來就發現說 這些專業的事務官 其實不但有些很支持我們佔領運動 而且大家都覺得說 就是不能再 像以前那種威權時代 好像政府講什麼 人民就要聽話 他們更想要聽大家的話 但是以前沒有辦法 一個人聽幾萬人講話 所以他們都只能找一些代表過來 然後後來又發現說 這些代表好像沒有辦法 真的反映人民的意見 所以他們都很想要問說 那你五十萬人在街上 你要怎麼樣子去收容他們的意見 然後像當時的318一樣 最後是有四大訴求 絕一不可 然後後來就 就是立法院長也同意這些訴求 那他們都很想學習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如果政治工作是 像這種各個部會不同的立場 但是可以找到共同價值 而且讓大家都參與的話 這樣的政治不錯啊 那當時就有這樣的興趣 不同立場可以找到共同的價值 是你很有熱情的一件事 很有興趣的一件事 很有興趣的一件事 那你15歲的時候的夢想會是什麼 一樣啊 因為當時我就是跟我的國中二年級的時候 的校長 杜惠平校長 說就是我與其在學校去學那種 就是各種分門別類 各種要背誦的這些知識啊 我現在看到在網路上有一群人 他背景都不同 但都在彼此共同創作 那所以我如果能夠加入這個共同創作的話 我的這樣子的學習 就比起我在課程上看到的知識 至少有10年左右的差距 那後來我的校長看到了 我把email印出來等等 他想了大概一分多鐘 就說好那你明天就不用來學校了 那教育那邊我會幫你擋著 擋著的意思就是圍造文書 那不過現在追溯寂過了 所以可以講 那那時候你有感覺到 其實身邊有支持你的人來幫你完成你想完成的事情嗎 那對我想最重要的還是說 因為當時如果 這是類似一種公民不服從嘛 所以如果我不去學校 而校長又不願意幫我擋著的話 那其實每天都要發款的 有強迫入學條例啊 所以我到現在都還是有當時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就是強任的這種公務員 是最重要的創新者 他們是最創新的人 那你完成了很多你想完成的事情 在年輕的時候 那你25歲的夢想會是什麼 25歲當時就是想說 在全世界的網友 只要他願意提供我一個沙發 我就去沙發沖浪 我想要實際去體驗他們所在的城市 不是實際各界的螢幕而已 所以那兩年24、25歲 我去了大概20幾個城市 我在一篇文章上面有寫到說 人生最奢侈的不是你賺很多錢 是你可以無後顧自由的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那你覺得為什麼 3萬跟25萬的篇文章會被網友熱烈討論 我是覺得可能因為大家都會去想像 說等我就是中了熱頭 或者是等我就是財務自由了 我會有什麼樣子人生的這種改變吧 那可能因為大家都這樣子想 所以看到這個就很有功名 然後就可以把臉噴洗手 換成金噴洗手 對 其實我當時在寫了一篇文章的時候 是在講一個概念 就是當你在從3萬塊的月薪 逐漸要走到25萬月薪的過程中 你會發現你好像花了大量的時間在工作 但是你在工作的時候 你不一定是快樂的 可能在你擁有越多的時候 你的 受人被人制服的感覺還是有 不自願的感覺還是有 你有很多 你在3萬塊的時候 一樣的煩惱也沒有被解決 對 反而是你不斷的追求一個外在的東西 而沒有明白自己真正要的是什麼 對啊 這很棒 對 就是要用價值來當作自己人生的追求 不是價格嗎 因為25萬是價格 對 對 我也很意外 大家會對這篇文章的公平度這麼高 其實金盆洗手也沒有洗得比較乾淨 所以我是滿同意的 其實內政部的那篇文章是這個概念 就是不管用 臉盆洗手還是金盆洗手都是洗手 都是一樣的 都是一樣的 突然明白這個概念 那 你自己覺得啊 因為你已經退休了 嗯 然後你現在 似乎沒有什麼很執著的事情 沒有啊 就是公益事業 公務員嘛 就是為大家服務 對 公務員是一個公益事業 對啊 當然啊 怎麼說 公務員就是為了公共利益而服務 這是公務員的定義 那你有想過10年後你們在哪裡嗎 可能還是在地球 就感覺目前自己是有什麼 可能20年之後才會去活性 那你希望自己成為什麼模樣 在10年後 就還是一樣啊 性能自能 生化人的可能30 40年後 嗯 好 段落結束 好 剛那個無政府 你要不要再說一下 就是無政府主義 那個 好 我們這時候人非常堅持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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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剛剛有講到說 嗯 你認為我們有一個家但沒有國 嗯 那沒有國要怎麼有家 對 我想家這個概念是很早就有的 在還是就是捕獵跟柴果子的時候 就已經有一個就是大家一起行動這種家的感覺 但是 就是所謂的西法利亞系統就是Westphalian State 這個是很近代的一個發明 所以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的絕大部分時候都是只有家人沒有國 嗯 OK 我們討論一下有沒有要補充的問題 好啊 對 然後稍等我們五分鐘 沒有問題 很開 很紅 很紅大的議題 真的很紅大的議題 嗯 嗯 我記得我自己是從我七歲的時候 因為我從小就是一個人 因為爸媽到工作嘛 必須一個人上學放學 然後可能爸媽五天半之後才下班 我想我放學時間比較早 所以我可能都有比較多的時間一直自己待在家 嗯 所以我那時候很小我就在思索一個 我認為沒有答案的問題 就是我為什麼會來這個世界上 嗯 所以我想不到答案 所以我就在陽台一直哭 對 那你覺得人類存在意義是什麼 我覺得人類存在意義就是要跟這種沒有答案的問題一直相處 感受這種迷惘的感覺就是這種存在意義 我從那麼小就知道我存在意義 因為我就在感受那個迷惘 對啊 所以才會哭所以才有情緒 對啊 我恭喜你這麼早就已經體會到人間 那你覺得 當我們經歷完這個意義 我們還是要猜 嗯 嗯 說一聲音 好 真的 不在意 OK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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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相信你實在是存在意義 它就是意義的東西 然後再進去 對啊 就是意義是Phenomena嘛 所以 就是你只要持續有一個存在 那意義就會不斷地產生 就會出現 對它是意義的捲約嘛 不是意義鮮而是要存在鮮 對啊 當然 一定是 好 我們把那個整顆拿出來 好 換電池 這電池沒有指數輕鬆 然後 英特發位 好 都這樣 OK 好 好 嗯 嗯 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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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 來 好 好 好 他會覺得我們死掉之後回去拉 你說燈出之後嗎 燈出之後會看到燈出發 我也是在一起 蛤 蛤 蛤 怎麼樣 收不到 收不到喔 OK 然後被 被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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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老婆很弱 對老婆該遇到的店舖 你那有分嗎 OK 好 好 來 我們測試一下 我們測試一下 好 OK 好 來 我要唱什麼 現在寫第二本書等我 你在寫第二本書啊 沒有我一直寫好幾本 但是我正在寫第二本書 那我 眨眼 最近有點沒有行李去寫 我光是 要睡覺都很難 不過沒關係 書會等你 真的 永遠都可以寫出來 沒錯 所以這個等我其實是在跟書講 我了解 對 第二本書我正在寫你 不過你要等我 第二本書我正在寫你 不過你要等我 對對對 我們要開始 我們要開始 好來 唐鳳你覺得死掉之後 人會去哪裡 會看到那個燈出的畫面 燈出的畫面 對啊 就好像那個BBS 這樣畫面這樣 那 對於人 死掉之後會消失21公克的這個概念 你有什麼想法 那是之前1907年的一個實驗 那它有六個個案 只有其中一個少了21公克 其他完全都沒有少 那所以就是 當然也有一說是它測量引起的問題 不過當然也有可能 只有其中一個人有靈魂 另外五個都是哲學僵屍 就是沒有靈魂的 沒有感受能力的 就是沒有靈魂的 但是外表看起來跟傳人無異的 你相信很多看不到的東西 對不對 當然啊 絕大部分像X光什麼的 那鬼神呢 鬼神怎麼樣 你相信他們是不是在嗎 當然是就是敬仰他們 但是離他們遠一點 你看得到嗎 我目前是完全看不到 但是有很多看得到的人 會做出二次的創作 二次的創作 對啊 那你有沒有過就是 你有沒有過你迷惘 然後去信仰過什麼的時候 我相信信仰的力量 但我不用特別信仰性 所以信仰就是我的信仰 我一直很好奇說 你相信星座嗎 當然是你可以任意的編排起來都OK 那你相信星座運勢嗎 當然也相信啊 就是你相信星座的這個信仰的神 就會給你力量 所以信仰任何東西都有力量 那既然信仰什麼東西都有力量 那信仰好比像說 飛天的義大利民等等 那個也是很有力量 我問到這題是因為 最近因為受到很多攻擊 所以當一個人他沒有辦法解決 他遇到的問題的時候 很多時候去相信一個 一個宗教啊什麼的 所以我就查了一下唐啟陽老師的星座運勢 他就說金牛座在10月的時候 你會必須要消很多的業障 我就說 對我在消業障 他說你10月27號之後 就業障消完了 那次了 那很棒啊 我就覺得我現在就開始去消業障 對 你會有過這種什麼 當然比較不是用心做的方式嗎 因為對我來講其實 我的宗教就是剛剛一直在講的睡覺 所以只要能夠睡夠的話 其實醒來也覺得 那業障也消了 我也想要把我的宗教變成睡覺 對 那一般人在情緒上受傷之後 可能常都可以理性的 知道自己要用什麼方式 才可以達到釋懷 可是 不一定每個人都像你一樣 可以透過睡覺來做到 你建議用什麼方式來走向 把情緒走向釋懷的過程 其實就是把這種不舒服的情緒 當作心裡的客人一樣 不要急著趕他走 因為趕他走的話 你反而再加強他 而是說 好比像說 你有一張沙發 或一個行軍床 什麼 你就讓他在心裡住下來 但是也不是佔據你全部的心靈 那每天可以 好比像說 寫一些文字啊 跟他做一些對話啊 等等 那假以時你就會發現說 這樣子的情緒 也沒有什麼不好 他也有一些可以跟你分享 可以交給你的事情 那慢慢也不一定要釋懷啊 慢慢就變成就是 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不一定要釋懷是成為你的一部分 對啊 那訪談 快要結束了 你對於今天的訪談 有沒有什麼話想要總結 我覺得 台灣萬事萬物都有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所以任何人都有缺陷的地方 但是不一定是 一定要是仰慮另外一個人 或另外一個宗教 或者是另外一個什麼 別的超自然的力量 有的時候 過去的自己 未來的自己 跟現在你 自己也可以就是彼此發動這種 時間的前行公式嗎 可以去 告訴未來的自己說 未來的自己 有什麼東西 你現在這邊 擷取到的一些訊息 你現在如果是很不舒服 你可以去 好像一個實控膠囊一樣 寫一些文字等等 但是不是給別人看 而是給未來的自己看 那有的時候 你也會從未來的自己那邊 也許可以收到一些訊息 嗯 我很喜歡這個結果 第一次聽到我說 馬上可以這樣寫 對 好 馬上結束了 那你有沒有說完 你可不可以列出三個想要問我的問題 三個想要問你的問題 對 第一個剛剛以前問過啦 這個 說你待會兒 是不是可以說給我再去談判 但是聽起來好像不是這個順序喔 對 OK 那第二個是說 你就是第二本 第三本書現在也沒有在寫嗎 但是 你要這些書暫時等你一下 對 那如果你是這個第二本第三本書的話 你有什麼想說 如果我是我的第二本第三本書 不要對黃聖亮說什麼 對 他們應該會很希望 趕快被我完成 因為我在寫書的時候是這樣 就是 我常常會感覺到 人除了肉體 跟精神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靈魂 就是 我在寫書的時候 是我感覺我已經睡著了 然後我的精神狀況也不佳 但是我的手就會一直動 把我的想寫東西寫出來 那當我 可能兩三天沒睡覺 那當我睡著之後又醒來 再回頭看我的文字 對 我會發現 它 它是有意義的 可以被阻止的 嗯 對 那我完全不記得 為什麼醒了這些 對 所以我是相信 除了精神跟肉體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力量存在 密切 就是你是只是 承載這些書 的一個好像載具一樣 對 那經過十個月 或可能久之後 他們就有自己的生命 對 所以他們在等待 我這個載具 對 來幫他們完成自己 OK 對 很棒 那沒有關係 他們還是可以繼續這樣 先好好休息 最後一個是什麼 沒有 第二本跟第三本就這樣 好 謝謝彤鳳 非常感謝 謝謝 我們結束了